这是什么神仙地方啊 快来跟我看一下 大家好 我现在世界文化遗产 画里乡村 红村古镇 这是西门售票处啊 买票带大家参观一下 票买完了 104啊 这个口减票 5A级旅游景区 进来了 对面是南湖 还有一座桥 湖中有很多的荷花 这座桥啊 就是村里最为著名的 画桥 旁边还有南湖书院 好多的客栈啊 都在湖对面 来到了湖中间 这是打捞的竹筏 一座单贡桥 水挺深的 很像是 黑水湖 水都是黑色的 上桥了 这座桥啊 历史悠久 就像是 苏州园林的 美景 这是一家美食餐厅 上面还可以住宿 是木屋的 木屋的 这里是个人家 在除草 这里是一个住宿的地方 村子里以前的学校 有一个篮球场 这应该是一座小学 后面是青园 我现在来到了后街美食 这里有很多的餐厅啊 还有蓝莓汁 河马 最为著名的毛豆腐 蛇街上的中国拍摄地 买一份尝尝 就是这个豆腐 他说里面坐一下 去买 这个豆腐食物一份 在这尝尝 这就是毛豆腐 看上面都是毛 品尝一下 这儿的毛豆腐 上面是小米辣 还有葱花 油炸的 外皮啊 是金黄的 哇 皮特别酥啊 里面的豆腐特别嫩 这属于黄山美食小吃一绝 嗯 完美 吃完饭来到了成治堂 到油管这里叫地主家大院 进来看看 这里面一共有大小六十间房 占地 两千一百平方米 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这个厅啊 成治堂 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这还有铜炉 这里面四铜八铜的 这有一口井 哇 井还挺深的 这是一处暗门 过来之后啊 是一处休息喝茶的地方 下面还有水池 水池里都是金鱼 个头特别大 到后面看一下 这道门被锁住了 这窗户上啊 上面都像这金边呢 看这图案 都是金鸟的 后面 看起来像一个麻将桌 也坐一坐 这地主的位置啊 这还有一面大镜子 没有人在踩啊 右边有小铜在烧水 这个呢叫做 谈处中 宴请百官图 希望小孩以后能够读书去做官 的这么一个意思 然后你们仔细看啊 它的服饰都是不一样的 前后镂空有七八层的一个雕刻 这是木鸟当中的最高境界了 叫高浮鸟啊 然后人的身体 在刚才那个衣服上 它都有黄粮这个部分 看到吗 那个都是金粉 这被房子兼跑一百六十多年了 刚开始的时候啊 这个金粉是非常明显的 当时因为这个木鸟 是长期朵入在外面的 风吹日晒雨淋 所以它的金粉扣弱了很多 那么我们一晚上走一走 来走到台阶上班 它超有钱的啊 这上面香的都是金粉 这边黄色都是的 框框里面还有个口 对吧 那然后我们门上班 到一个那个金莲宝 就是立 两边的柱子就是宽 然后人从底下过 就有了口 那东边走文官 西边走武将 只要光位没塌高 都得从它这个山人的脚底下过 以此取得心理上的一个平衡 因为主人家它是过弯的 花钱捐的 做生意的 花钱捐的官 这个地位是比较低的 所以它就做了这个山字门啊 取得心理上平衡的一个作用 是不是啊 从上往下看 看得是清清楚楚 但手闻从下往上是逆观状态 屋里看花 月看月花 所以啊 这个的小姐 不管这多少都能夹出去 这就是大货人家 相亲的一个优势了啊 帽子回家就把帽子一下 往这个帽头上一搁 如果有人想到他家来拜访 就从门口看帽头 帽头上有帽子 说明男主人在家 帽头上没有帽子 说明男主人呢 不在家 是不是啊 这不可以进来拜访 毕竟家里呢 都是老弱妇孺啊 其他改法不是很方便啊 这边看完之后 我们再把后面走 后面一进的摆设 又不一样的 好 走过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一进的摆设 长条桌上 不摆长名钟啊 打的是什么呀 福 禄 寿 三星 对吧 它这一进呢 是给老人家住的一个地方 叫高潭 那么老人家住的地方呢 不希望他也不能给老人家送钟啊 要给老人家送福气 送长寿 所以百度入寿三星 那每一个旧子下班都有个十墩子 十墩子的四面都雕刻有寿字 从细节当中体现出来 希望老人长寿的一个意思 再看目标 你看这个梁上呢 有一种目标 正中间有一段桌子 下班跪着两个人 桌子后面有个老人在做寿 这个是郭子怡圣寿图 郭子怡呢 圣寿图有福气的 妻子八婿 其中有个儿子叫郭爱 娶了生平公主做老婆 生平公主是君 郭子怡一家都是臣 天天都是臣 像君跪拜行礼 肯定不能君像臣跪拜啊 但是到了郭子怡坐寿这一天呢 媳妇没有去洗礼喝寿啊 郭爱就不高兴了 她喝了酒之后呢 借了由头给了金汁一巴掌 这个叫醉打金汁 戏文里面是有这么一篇的啊 刁客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第一个 希望老人像郭子怡一样的长寿有福气 第二个呢 希望啊 女人家的这个家族 从一年来要为老人好 百善孝为心的一个意思 你再仔细看啊 看有的人的头是没有的 有的人身体是没有的 为什么呢 那个是古发树啊 我请你再看一下 古发树里面看一下 汪氏宗祠 也是一栋古宅 村里面最大的宅子了 里面也是木的 各种各样的木雕 乐旭堂 红村的幽局 旁边是红村的特产超市 村子里还有两棵树林超过500年的古树 这棵是隐姓树 其中最大的一棵树 就是这棵 树尾超过6米 太大了 在古树的旁边找到了 红村特色小吃 在这里吃碗面 吃一个肉丝面吧 青椒肉丝面 十八的 青椒是吧 对 青椒肉丝面 干拌的 红村的正中心还有一个月爪 在这道门的后面 是月牙形的 就在村子的中心 里面的水特别清澈 还有天鹅 好多的游客呀 都在这里拍照打卡 对面还有拍婚纱摄影的 这也是村里面最为著名的一处景观了 大家觉得怎么样 欢迎在评论区点赞留言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吧 结束了